欢迎来到三米阅读,阅读乐趣,三米启航,祝您听书愉快。 改革让国家富强起来,摆脱列强的威胁。 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这样的一次尝试。 变法的领导人康有为、梁启超和他们的追随者们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。 只不过因为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势力过于强大,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。 刚才我说的这些是我们对戊戌变法最常见的认识。 不过今天的这本《戊戌变法的另面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。 书里说,戊戌变法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正面,还有一个另面,或者叫侧面。 在正面上,我们看到的东西比较简单,直接,就是维新派和保守派的较量。 而从侧面上看,情况就比较复杂了。 除了维新派和保守派这两个极端,在当时的政坛上还活跃着一些其他的政治力量。 这些人有相当的实力,也并不反对改革,但是和康有为这帮人实在合不来。 因此,在维新派推动变法的过程中,他们要么袖手旁观,要么给维新派使绊子。 这其中有一个人,一直在跟康有为明里暗里的较量,他就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。 今天的这本《物须变法的另面》,研究的就是张之洞对物须变法的影响。 这个研究视角是很难得的,因为以往研究物须变法的学者,依据的主要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留下来的记录,其他来源的历史资料非常罕见。 康和梁是《物须变法》的当事人,他们的记录当然很重要,但问题是,也正因为他们是当事人,他们在叙述那段历史的时候,会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,隐瞒甚至编造一部分事实。 历史学界对这种情况历来都有所警惕,但是因为找不到其他的资料,学者们也只能大体上接受康和梁的说法。 今天的这本《物须变法》的另面,算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局面。 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毛海健,他从1998年开始研究物须变法,当时就有朋友提醒他, 关于物须变法的历史资料都被发掘得差不多了,很难再有什么新的突破。 不过毛海健还是在这个项目上坚持了下来,研究一做就是20多年,直到今天都没有结束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,他在有关张之洞的历史档案里,发现了一大批关于物须变法的新资料, 在康良的说法之外,揭开了物须变法隐秘的侧面。 接下来,我的解读分为两个部分,在第一部分,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物须变法的经过, 在第二部分,我们再来详细说说物须变法的另面这本书的新发现, 看看张之洞对物须变法发挥了怎样的影响。 好,接下来我们开始。 在第一部分,我们先来梳理一下物须变法的大致脉络。 因为物须变法是由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派发起的, 我们就从故事的主角康有为说起。 康有为生于1858年,是广东南海人, 所以他的追随者们后来叫他南海先生。 和那个时代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, 康有为年轻的时候一直在努力考取功名, 但他在科举这条路上走得并不顺利。 按照清朝的科举制度, 一个读书人要想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, 得先迈过一道最基本的门槛, 这就是成为生源, 也就是俗话说的秀才。 在这以后, 秀才还要经过三重选拔, 通过乡试成为举人, 再通过会试和电试成为晋试, 这才算是走完了科举的全流程。 康有为在这个流程上处在什么阶段呢? 他考了十几年, 还只是个秀才, 也就是说, 他一直徘徊在科举考试的准入门槛上, 正经的功名还跟他没什么关系。 换做是一般人, 考了十几年, 可能早就灰心丧气了, 但康有为可不是一般人, 他的抱负大得很。 康有为写过一本自传叫《我史, 我的历史》, 里面提到, 他在二十岁那年, 有一天静坐冥想, 突然感到天地万物和自己荣为一体, 大放光明。 他觉得自己是圣人, 就开心的笑了, 但又想起天下苍生的困苦, 就又郁闷的哭了起来。 康有为的原话, 我放在文稿里了, 不管你觉得这是心怀天下的志向, 还是目中无人的狂妄, 你都能看得出来, 康有为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极高的期许。 其实啊, 康有为科举考得不顺利, 倒也不是因为他的学问不好, 只是他在读书的时候, 自己创造性的见解太多, 不太适应科举的游戏规则。 后面我们还会看到, 康有为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读儒家经典, 这也给他树立了不少政敌, 给戊戌变法, 平添了不少障碍。 不过, 也正是因为在学术上有独到的见解, 康有为才能建立起自己的影响力。 康有为二十出头, 就接触到了有关西方政治制度的书籍, 再加上对科举的厌烦, 对时局的担忧, 他渐渐地形成了一套关于维新变法的理论。 1891年, 33岁的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了一间学堂, 叫万牧草堂。 他在这里宣讲自己的学说, 还收了几十个学生, 其中最厉害的一个就是日后戊须变法的骨干梁启超。 梁启超生于1873年, 小康有为十五岁, 他在科举上比他的老师康有为要顺利得多, 十六岁就中了局。 那年的主考官叫李端芬, 时任内阁学士, 是一个从二品的官员, 在皇帝面前也能说得上话。 李端芬非常欣赏梁启超的文章, 还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了他。 对于科举时代的读书人来说, 梁启超的经历, 绝对算是梦幻般的开局了。 不过, 梁启超中举后的第二年就认识了康有为, 从此走上了一条和传统世人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。 康有为关于维新变法的学说, 让梁启超大为折服。 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, 在日后的政治活动中, 一直是康有为最得力的助手。 康有为和梁启超相识于1890年, 在这以后, 康有为终于在科举上取得了进展, 在1893年通过乡市成了举人, 又过了两年, 清朝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日本, 朝廷派李鸿章到日本区讲和, 签订了极其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。 消息传会国内在朝野上下激起了一片反对的声音, 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时候正好来北京参加会试, 他们联合其他来北京考试的举人, 联名尚书光绪皇帝, 反对马关条约。 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尚书, 公车指的就是进京赶考的举人。 这里有一个问题存在争议, 公车尚书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呢? 传统的说法是, 有一千二三百人签了名, 康有为自己还说过, 他联合了十八省举人三千人, 但是根据毛海建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考证, 公车尚书真实的规模可能比这些说法要小得多, 康有为只争取到了八十多个人的签名, 而且最终并没有把这封尚书交给朝廷, 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定论, 不过康有为的确是在这个时期的政坛上崭露头角的。 公车尚书后又过了一个月, 康有为又给光绪皇帝写了一封尚书, 里面详细谈了他关于甲午战争后施行改革的主张, 这封尚书终于传到了皇帝的手上, 引起了他的重视。 光绪把这封尚书下发到全国各省, 要求各地的长官参考康有为的意见筹划改革。 康有为一时间成为全国文明的政坛新兴,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 康有为通过了会试, 在科举的最后一关电视里拿到了一个还算说得过去的名次, 总算走完了他二十多年的科举之路。 1895年秋天, 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了一个政治团体, 叫强学会。 有了自己的组织, 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派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。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, 康有为和以梁启超为首的康门弟子, 走遍了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桂林、澳门等地, 开办了各式各样的报刊和组织, 宣传改革的理念。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, 他们也遭到了来自各方的阻力, 报刊和组织往往是昙花一现, 办了两三个月就被迫停办。 这段历史的头绪比较复杂, 在以往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中, 很少有人详细的梳理, 但这期间发生的一些事, 恰恰反映了戌戌变法重要的侧面。 在第二部分, 我会详细的为你介绍。 时间来到1897年底, 清朝面临的外部威胁越来越严峻了。 德国强占了焦州湾, 俄国强占了吕顺大连, 法国强占了广州湾, 英国强占了危害。 康永维感到改革刻不容缓, 在1898年1月底, 托人把奏折递到了皇帝的手上, 请求推行新政。 光绪皇帝对康永维的主张很感兴趣, 康永维继续上书, 向皇帝介绍俄国和日本通过改革实现富强的历史。 当年6月11日, 光绪皇帝下定了变法的决心, 颁布了一份重要的政治文件, 叫《明定国事照》, 戊戌变法自此拉开了序幕。 五天后, 光绪皇帝召见康永维, 下令让他筹备变法。 康永维拟定了一整套制度改革的计划, 涉及教育、经济、军事、政治诸多领域。 这样大规模的改革, 当然会触碰很多人的利益。 比如, 康永维主张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, 废掉八股文, 改考实施政治。 当时的读书人, 大半辈子学的就是八股文, 改变考试的内容, 无异于断送大家的仕途。 消息传出来, 甚至有人扬言要刺杀维新派的首领。 康永维还提出, 要整顿政府机构, 裁掉职能重复的部门, 甚至直接改变朝廷中枢机构的组织形式。 这当然也会直接触犯很多位高权重之人的利益。 变法运动这艘大船就这样航行了两个多月, 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, 终于撞上了一块硬邦邦的礁石。 这就是著名的六堂关事件。 六堂关事件的细节, 我在这里就不展开说了。 简单来说, 当时有六个官员反对维新派的改革计划, 给变法制造了一点阻力。 光绪皇帝知道后非常恼火, 直接就把这六个官员隔了职。 慈禧太后觉得光绪皇帝罚得太重了。 这时候光绪皇帝也很为难, 他跟身边的人一合计, 觉得康有为在朝廷里树敌太多, 慈禧太后尤其把他视为眼中钉, 留他在北京反倒对变法不利, 不如把他支出去, 派到上海去办报纸。 从这个时间节点往后, 戊戌变法的故事讲出了两个版本。 传统的版本主要依据的是康有为的说法。 康有为说, 慈禧太后这时候已经对变法忍无可忍, 铁了心要夺回权力。 光绪皇帝让康有为去上海办报纸, 其实是在暗示他, 自己已经被慈禧太后控制了, 让康有为赶紧逃命, 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报效国家。 康有为在这个危难关头, 倒是很讲臣子的义气, 他紧急策划了一套援救皇帝的方案, 只可惜啊, 他选错了求助的对象, 康有为派谭四同去请袁世凯出兵, 镇压慈禧太后, 袁世凯、杨凤英伪, 跟慈禧出卖了维新派的计划, 慈禧迅速采取了反制措施, 叫停了变法, 软禁了光绪, 开始大肆搜捕维新派, 康有为说的这些是不是世净的真相呢? 其实啊, 这套说法疑点重重, 康有为很可能从一开始就理解错了光绪皇帝的意思, 光绪让他去上海办报纸, 就是为了给当时已经过热的变法运动降降温, 并没有别的意思, 慈禧和光绪在六堂关事件里的分歧, 也没有大到剑拔弩张的程度, 慈禧最初很可能并没有夺权的意图, 但是维新派这边率先启动了所谓的原旧皇帝的计划, 还传出了一种说法叫维元杀后, 意思是维住义和元杀掉慈禧太后, 慈禧听说了这件事, 当然气得蹊跷生烟, 直接失去了对光绪皇帝的信任, 这才有了后来发动政变, 镇压维新派的事情, 我刚才说的这后一种说法, 来自毛海健先生的另一部作品, 《物须变法史事考》, 书里的维元杀后称为维元杰后, 劫持的结, 这是一种更严谨的说法, 毛海健先生的说法依据的是轻功档案,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上讲, 可靠性比较高, 要是你担心专业的历史学著作读起来费力, 《逻辑思维》节目第29期, 也讲过《物须变法》的经过, 大体上依据的也是这本《物须变法史事考》, 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找来听一听, 总之1898年9月21日, 《物须变法》在进行了103天后被腰斩, 慈禧太后再次回到了垂帘听证的位置, 光绪皇帝的权力被削弱, 慈禧下令搜捕维新派, 康有为和梁启超辗转逃到了海外, 继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, 最后慈禧抓住了康广仁, 谭四同, 林旭, 杨申秀, 杨瑞, 刘光帝这六个人, 在9月28日将他们处死在北京蔡市口, 传统上把这六个人叫做物须六君子, 说他们都是因为支持变法维新才牺牲的, 其实啊, 这六个人参与变法的深度各有不同, 和康有为这伙人的关系也各有不同, 这六个人里请你记住一个人的名字, 杨瑞, 从物须变法的侧面来看, 杨瑞这个人的形象比较复杂, 我们在后面还会说起他, 好, 到这里啊, 我们回顾了物须变法的大致经过, 接下来, 我们把视角切换到物须变法的侧面, 让我们先把时间拨回1895年, 这一年, 康有为借着进京赶考的机会, 第一次让光绪皇帝看到了自己的改革计划, 因为得到了光绪皇帝的重视, 康有为一时间天下闻名, 他带着学生梁启超在北京办报纸, 又创立了政治团体强学会, 得到了朝野上下很多人的支持, 这时候的康有为志得意满, 正准备去南方开办强学会的峰会, 在全国范围扩大自己的影响力, 但开办峰会可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, 他必须取得地方势力的支持, 这时候的康有为就好比一个创业者, 手里攥着项目在寻找投资人, 他应该去找谁呢? 放眼当时全中国的政坛, 有一个人最合适, 这个人就是张之洞, 张之洞时任胡广总督, 是当时全中国最有实力的一支地方力量的首领, 当时因为甲午战争, 两江总督刘坤一临时离任, 张之洞还替刘坤一兼着两江总督的职责, 人在南京, 康有为的强学会要想在南方开枝散叶, 只要取得了张之洞的支持, 就基本上没什么障碍了, 不过张之洞的权势还不是康有为找他帮忙的唯一理由, 更重要的是, 这两个人的政治立场也基本一致, 马关条约初步签订后, 康有为忙着组织公车上书, 张之洞也多次向北京发来电报, 请求朝廷废约再战, 等到朝廷正式批准了马关条约, 张之洞和康有为又都主张学习西方的经验, 变法自强, 既然在政治上立场相近, 这两个人应该谈得来, 最让康有为感到自信的是, 北京的强学会刚开办, 张之洞就捐了五千两银子, 在康有为看来, 张之洞这已经算是明确的向维新派伸出了橄榄枝, 照这么一盘算, 康有为满怀信心的来到南京, 和张之洞见了面, 两个人谈得怎么样呢? 刚开始啊, 非常好, 康有为在他的自传《我史》里谈到, 他和张之洞隔日一谈, 美至夜深, 前前后后谈了十几天, 张之洞很欣赏康有为, 派了自己最信任的几个幕僚, 协助康有为在上海和广东开办强学会, 不过, 也就是在这最初十几天的接触里, 康有为和张之洞都注意到, 双方有一个重要的分歧, 这个分歧表面上看是学术思想上的, 我前面介绍康有为的时候提到, 他读书不太守规矩, 经常按照自己的理解, 甚至是现实的需要来解读儒家经典, 自从1891年在广州开办万牧草堂以来, 康有为一边教学生, 一边把自己的学术成果整理成了两本书, 一本叫新学伪经考, 一本叫孔子改制考, 我们不深入学术的细节, 简单来说, 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的主旨, 就是把孔子塑造成了一位改革家, 康有为写着两本书是在跟传统的读书人叫板, 当时反对改革的人经常把儒家传统搬出来, 说祖宗定下的法是不能变的, 康有为就把孔子乔装打扮了一番, 告诉世人, 孔子本人就是个违心派, 真的遵守儒家的传统, 就要向孔子学习, 勇敢的变法违心, 从严谨的学术角度讲, 康有为的这两本书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, 核心的观点也未必是他原创的, 但他的这套说法卸下了很多读书人心里的包袱, 给后来的变法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, 从政治上讲, 康有为的目的算是达到了, 那张之洞是怎么看待康有为的这套说法的呢? 客气的讲, 张之洞一个字也不信, 在学术思想上, 张之洞是那个时代非常标准的文人, 恪守儒家的传统, 他的人生也一直因此而获益, 不同于康有为和科举较了二十多年的进, 张之洞的科举之路极其平顺, 他十五岁中举, 成绩在他考试的顺天府名列第一, 二十六岁中进时, 名列全国第三, 从这以后, 他平均每隔几个月就升一次官, 在仕途上高歌猛进, 一路坐到了胡广总督, 在晚清的政坛上, 官当到张之洞这个份上的, 曾国藩, 李鸿章, 左宗棠, 都是靠军功才成为封疆大力, 在这所谓的晚清四大名臣里, 唯独张之洞没怎么带过兵打过仗, 就是靠文章写的好, 再加上长袖善武的政治手腕, 一路飞黄腾达, 纵观张之洞的人生, 坚持儒家正统的学说, 不只是他学术上的追求, 更是他官场上的护身符, 像康有为那样, 随意地解读儒家经典, 在张之洞看来, 当然是非常荒唐的, 刚开始, 张之洞对康有为的学说, 还是采取了容忍的态度, 觉得那毕竟是他的一家之言, 自己出两本书,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, 不过很快, 这两个人学术上的分歧, 就演变成了政治上的决裂, 在张之洞的支持下, 康有为到上海开办强学会, 又办了一份报纸叫强学报, 强学报的第一期印出来, 张之洞一看就气得拍桌子了, 康有为在这份报纸上犯了一个大忌讳, 报纸上的时间用的是孔子纪念, 什么叫孔子纪念呢? 我们知道西方人用耶稣出生的时间, 作为计算年份的基准点, 康有为想要在中国设立孔教, 就仿照西方人的思路, 把孔子诞生的年份作为纪年的基准点, 这本来只是康有为这一派在学术理念上的一种表现, 但把孔子纪念印到报纸上, 这在张之洞看来是极其幼稚的, 按照当时的政治观念, 该用什么纪念, 当然是用当朝皇帝的年号来纪念, 抛开皇帝的年号, 自己定义一套纪念标准,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政治表态, 另外, 康有为想要自己搞出一个教会来, 别管拜的是不是孔子, 都有点谋反的嫌疑, 当时的康有为刚刚步入政坛, 对这些问题还不怎么敏感, 张之洞可是大大的捏了一把汗, 这份报纸有他张之洞的背书, 要照康有为这么胡来, 很可能会给他招来大逆不道的罪名, 这是张之洞万万不想看到的, 从孔子纪念这场争议开始, 张之洞和康有为之间的劣戏越扯越大, 这两个人的性格都很强势, 一边是靠儒学正统安身立命的风香大力, 一边是倡导改革藐视权贵的政坛新秀, 两边互不相让, 很快就到了谈无可谈的地步, 张之洞再也不能容忍康有为, 把强学报当作宣扬自己学说的阵地, 火速叫停了强学报, 官方的报纸一停, 上海的强学会失去了发生的渠道, 很快也就办不下去了,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, 北京的强学会也被官方查封, 这背后有慈禧太后的意思, 维新派忙活了大半年, 攒下了这点家底, 到这时候基本赔了个一干二净, 说到这儿, 你可能会觉得张之洞有点小心眼, 一点学术上的分歧, 怎么就闹到了这样水火不容的地步呢? 我认为啊, 归根结底, 还是因为在康有为和张之洞的心里, 学术的重要性有着本质的差别, 在康有为看来, 学术是为现实的政治目的服务的, 是实现变法维新的思想工具, 而在张之洞心里, 学术是一种类似于信仰的存在, 张之洞有一个重要的幕僚, 叫孤鸿鸣, 这个人在历史上有不少争议, 不过大家都公认, 他是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, 孤鸿鸣对张之洞有一句总结, 原话我放在文稿里, 他说, 张之洞追求富强, 但目的并不是富强本身, 而是为了保住中国, 保住中国的目的, 又是为了保住名教, 也就是儒家的传统, 这里面有个排序, 国家比富强重要, 儒学又比国家重要, 但在康有为心里, 这个排序几乎倒转了过来, 为了实现国家富强, 康有为可以改写, 甚至编造儒学, 在康有为这里, 儒学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, 而在张之洞看来, 儒学绝不是手段, 而是比目的更重要的目的, 随着上海强学会的破产, 康有为和张之洞决裂, 从此天各一方, 再也没有见过面, 不过, 虽然没再见过面, 这两个人却一直记挂着对方,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, 康有为带着弟子们继续在全国各地活动, 他们改换名目, 办了些大大小小的社团和报纸, 在这期间, 康有为一直在心里, 把张之洞当作对手, 他告诫自己门下的弟子, 组织学会要办得漂漂亮亮, 可为难疲诸功愧, 勿为难疲诸功笑, 这里的男皮指的是张之洞, 他是直立男皮人, 康有为这话的意思是, 我们做的事要让张之洞这帮人羞愧, 不能让他们笑话, 康有为说出这话的时候, 距离他和张之洞决裂, 已经过去一年半的时间了, 可见张之洞给他留下的心理阴影有多大, 张之洞的情报网络遍布全国, 他也一直密切关注着康有为这伙人的动向, 他对维新派的势力倒并没有赶尽杀绝, 毕竟张之洞并不反对改革, 他反对的只是康有为的学术观点, 为了和康有为在舆论上形成对抗, 张之洞专门办了一家报纸, 还和幕僚们一起写了一本书, 叫劝学篇, 这本书反映的是张之洞这派人的学术观点, 但也有明确的政治目的, 张之洞自己说, 他这本书有两个主旨, 第一是反对康有为的邪说, 第二是反对保守派的淤说, 淤府的淤, 你从这个说法可以看出, 张之洞在政治上的站位, 他是主张改革的新派官员, 但他要的是一场没有康有为的改革, 在张之洞看来, 中体稀用是让国家走出困境的正道, 但儒学的根本是万万不可动摇的, 张之洞的劝学篇写完的时候, 已经是1898年的4月了, 这时候距离戊虚变法正式启动, 只剩下不到两个月, 康有为关于改革的论调, 再次引起了光绪皇帝的注意, 这些情况让张之洞很着急, 他一边让人赶紧把劝学篇印出来, 送到北京去, 逢人就送两本, 一边三填两头和自己安插在北京的情报人员通电报, 密切注意着康有为的一举一动, 从毛海健先生发现的历史档案来看, 张之洞安插在北京的情报人员至少有十人左右, 都是他的门生、亲戚和政治上的同党, 这里面消息最灵通, 也最受张之洞信任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杨锐, 杨锐是戊虚六君子之一, 在戊虚变法失败后, 被慈禧太后抓起来送上了法场, 关于杨锐的死, 有一段流传很广的传说, 说他临行前多次质问监展官自己犯了什么罪, 监展官闭口不言, 杨锐被斩首时血溅三尺, 这段传说乍一听, 好像是在说杨锐英勇就义, 面对监展官也毫无巨色, 正气凛然, 但其实历史的真相未必是后人附会的这样, 杨锐的确是支持改革的官员, 在戊虚变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, 但他和康有为这一派人保持着相当的距离, 杨锐是张之洞最器重的幕僚之一, 早在戊虚变法的十几年前, 张之洞就发现了杨锐这个人才, 他帮杨锐安排过几份工作, 无微不至地照顾杨锐的家人, 最后把杨锐安置在北京, 每个月还发给他一笔相当宽裕的生活费, 可以说张之洞对杨锐有极深的知遇之恩, 杨锐也尽心尽力地帮张之洞搜集北京的情报, 让身在武昌的张之洞能及时掌握朝廷里最新的风向, 在戊虚变法中, 杨锐担任军机张晶, 这是一个可以直接接触到皇帝的关键职位, 他一边尽心尽力地推动改革, 一边在关键时刻不动声色地对康有为发动了一次致命的政治攻击, 在第一部分我们说到六堂关事件发生后, 光绪皇帝找来身边的人商量变法接下来该怎么推进, 他找来的这个人就是杨锐, 杨锐给光绪皇帝的答复很直接, 八个字, 康不得去, 祸不得息, 不把康有为从领导班子里踢出去, 变法就没办法推进, 因为有了杨锐的这句话, 光绪皇帝才决定派康有为到上海去办报纸, 不过他们都没想到, 这个决定引发了康有为一派激烈的举动, 引爆了后来的戊戌政变, 了解了这段隐秘的历史, 再看杨锐的死就有点黑色幽默了, 杨锐临行前几次质问监长官自己的罪名, 这就是因为他坚信自己是无罪的, 他明明在皇帝面前弹劾过康有为, 根本就不是康有为的同党, 怎么稀里糊涂的就要被杀头呢? 监长官也答不上来, 因为这时候的慈禧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, 他要的就是赶紧抓几个人杀了, 给他们安上大逆不道的罪名, 至于他们是不是康有为的同党根本不重要, 张之洞听说了戊戌政变的消息, 刚开始还有点得意, 觉得康有为这伙人总算是遭殃了, 但是当他得知杨锐也被抓了, 心一下子就揪了起来, 从政变发生, 到戊戌六君子被处死, 中间隔着一个星期, 张之洞一直在给各个门路说得上话的人拍电报, 求他们帮帮忙救杨锐一命, 他没想到的是, 慈禧太后下手竟然这么急, 几年后的一天, 张之洞来到南京的鸡鸣寺, 这里是他当年和杨锐把酒言欢, 彻夜长谈的地方, 张之洞故地重游, 非常伤感, 给寺院捐钱盖起一栋小楼, 作为对故人的纪念, 张之洞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, 南京鸡鸣寺里, 这座叫做霍蒙楼的小楼, 是他在历史上留下的难得的真情流露的见证, 戊戌变法的另面这本书, 我就为你解读到这里, 毛海健先生通过和张之洞有关的历史档案, 为我们还原了戊戌变法隐蔽的侧面, 在这个侧面上我们看到, 戊戌变法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发生在维新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, 在当时的政坛上, 还有很多像张之洞这样支持改革的新派官员, 这些人联合起来, 或许能改写晚清的证据, 只不过历史选中了康有为, 而康有为的学术观点, 让他和他的学生成了所有维新人士里最孤独的一致力量, 这本书不仅向我们展现了全新的历史资料, 更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历史的新视角, 是近年来近代史领域一本难得的突破性的著作, 以上就是本期听书的全部内容, 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, 查收门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, 你也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, 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, 这本书的完整电子版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